散落一地 地面上还可以清楚的看到血迹 新竹社这处建屋原本是空军卷村 现在要改建为国宅 工程正在进行 却疑似因为阴架没有绑好发生倒塌 造成四名工人当场跌落 一死三伤 发生这么大的意外 工地的警卫却表示自己并不知情 还说工人是因为心脏病发 自己摔下来的 可能是什么工人 什么心脏病发还是怎样 他不是阴架倒塌吗 我就不知道 工人心脏病发一次四个人 我就不知道 现年47岁的王姓工人 因为从八楼摔到一楼当场身亡 其他三人则有撕裂伤和挫伤的情形 受到重伤的工人 已经送往长庚医院进行救治 另外两名青伤的则在新竹国军医院留院观察 一个比较严重就是有气凶的情形 那当然有合并多处的撕裂伤 那另外一个也是有多处的撕裂伤 那目前也正在做初步的处理 因为现场拉起了封锁线 这处工地已经暂停施工 要做全面的安全检查 新竹公务处也派人到现场勘察 要进一步了解阴架倒塌的真正原因 昨天今晚和目前高威林新竹采访报道 还是有巴掌中的 都能带好 好